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要拍摄他们的生活记录 像是接送我们上下学 还有检查我们功课 甚至是在工作做教室的样子 于是我们决定分头回家 拍摄爸妈的生活照 并做成一本项目输送给他们 谢谢宜珍做的这本生活记录 对 我有看了 很感动 有花心思在这个上面 希望能够多有点机会 你再帮妈妈拍啊 重点就是要帮我拍漂亮一点哦 那谢谢这个 我会好好的争承 谢谢 借由这一次学校的活动 老爸的生活记录 感谢方生对老爸的细心关注 家中有三宝 个个都是我的心头肉 而且希望你们 以后能够相亲相爱和乐融融 您是家中的壮丁 要父亲保护姐姐 爱护妹妹的神圣任务 请您牢牢记住 谢谢 亲爱的子伟 收到你的作品 爸爸妈妈看到以后都觉得 很开心 很欣慰 虽然你把我们拍的照片 我不是很满意 但是那是最真实的一面 从小爸爸妈妈就很努力 帮你累积你的生活点滴 为的就是希望你将来 看到以前小时候的照片 可以感受到我们 对你的关心与照顾 今天你这个作品很有意义 可以看出其实爸爸妈妈 在日常生活里面 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与用心 那希望你好好的感受 然后以后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这么的用心 然后还有尽力 这次在收集成长照片的时候 我看到了爸爸这十年来 样貌上的改变 白头发变多了 脸上的皱纹也加深了不少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爸爸很平心 对我特别严格 但就像爸爸给我的回客影片里说的 爸爸对我的期许 和对姐姐妹妹的不一样 希望我能做到爸爸对我的心许 透过这次的拍摄活动 我才发现 爸爸妈妈除了忙工作 累了一天回来 还要继续忙家事 还有忙我和弟弟 真的好辛苦 虽然妈妈不喜欢我拍他生气的照片 但生活本来就不是只有开心 生气难过也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可以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 继续进入我们的生活 很开心这次帮爸妈拍摄生活写真 相信我帮他们拍的这些照片 将会是我很重要很重要的回忆 看到了摄影展 大家天的回馈也很开心 希望有更多的同学 可以一起来为爸爸妈妈的生活留下记录 感谢观看